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数年前 一位白衣仙军偶然光顾本店 见到了酒坛上的画像 很不以为然 当即买下小店里所有的仪陵老祖 而后绘制了小公子你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像 说这才是真正的仪陵老祖 在那之后 小店在烧制酒坛的时候 就用上了这一幅画像 您还别说 自从用上新的画像 小店的生意都好了许多 很多不喝酒的姑娘小媳妇都要买上一坛 说是看着赏心悦目 要带回家收藏 嗯 魏无羡点点头 说道 赏心悦目这个词用得特别对 我看了也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我都不舍得喝了 我也要带回去给兰湛看 掌柜自然不知道兰湛是谁 也不方便问 只是说 不喝就对了 小公子实在太小 还是不要喝酒的好 掌柜不说还好 一说就挑起了魏无羡的好声欲 他将酒坛的盖子一揭 说 我一点也不想 可以喝酒了 说完就将酒坛举了起来 对着嘴仰头咕咚咕咚 比喝水还痛快 掌柜看得一阵发愣 半赏方大喊 哎呦 小公子 酒可不能这么喝 喊爸就伸手抢下了魏无羡手上的酒坛 魏无羡砸吧砸吧嘴 说道 一点也不辣 还有点甜甜的 掌柜道 你吃了那么多辣菜 嘴巴都辣肿了 当然感觉不到酒的辣了 但是酒不仅仅是辣 他还会醉人的 说完又抬手指向众孩童 说道 你们都不能喝 就拿着看着 才多大点 喝什么酒 喝醉了谁来管你们 众孩童本来是唯魏无羡马首是瞻 这见着他喝了 也想跟着喝 但是又听到掌柜这么一说 便有些不知所措了 纷纷望向魏无羡 希望他给个主意 魏无羡却管不了许多了 因为他想起了更重要的事情 只见他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叫道 掌柜伯伯 我吃了这么多辣的菜 还喝了怡灵老祖 可是为什么还是没有想起以前的事情 掌柜想不明白吃辣菜和喝酒与恢复记忆有什么关系 正要追问 就听到门口传来大喊声 就是他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小妖怪 一拳就把我打飞了 魏无羡等人一愣 忙扭头看过去 就看着鼻青脸肿的店小二 带着一帮人冲了进来 店小二趁着魏无羡发愣 起步冲到人跟前 叫骂道 号你个小妖怪 打了人不跑 居然还敢在这里大吃大喝 表哥 说了他 小风等众孩童立马起身 四面八方跑上来 挡在魏无羡身前 一口同声大喊道 小妖不是妖怪 店小二被小乞丐们的气势吓了一跳 但是很快缓过神来 叫骁道 是不是妖怪你们说了不算 你们快让开 否则有一个打一个 阿震 你这是干什么 掌柜忙凑上来张开双臂一挡 说道 孩子们交钱吃饭 天经地义 你就不要在这里惹事了 被叫做阿震的店小二眼一横 叫道 我惹事 掌柜的 使他先打敌我 你都看见了 掌柜道 我什么都没看见 就看见你飞进来 砸坏了一张餐桌 赶跑了满大堂的客人 再说 你这么大个人 这个小公子才几岁 怎么可能使他打敌你 使我打敌 魏无羡脆声声的声音 从人前后传来 接着他爬拉开挡在他身前的小伙伴 迈着豪迈的步伐 走到掌柜跟前 说道 掌柜伯伯 使我打敌 小峰可以作证 众人 掌柜哭笑不得 说道 你 你为什么要打他 魏无羡道 他求我打敌呀 说罢转向阿震 继续道 是不是你求我打敌 我求你 我有病啊 我求你打我 阿震气急败坏 喊道 表哥 别听他的 快收了他 表哥等羞是本事气势汹汹 跟着阿震来抓厉害的邪碎 这见着魏无羡 不过是一个小小孩童 便立刻失了兴趣 说道 阿震 这就是一个普通孩子 他身上没有妖气 不是什么妖怪 说完转身就要走 阿震一呆 忙一把揪住表哥的胳膊 急道 他真是妖 他一拳就把我打飞了 你看看我的牙 我的嘴 我的鼻子 都是他干的 表哥有些不耐烦地甩开阿震 转过身 低头看了看魏无羡 问道 真是你打敌 魏无羡道 是呀 他求我打敌呀 他说 你怎么不打呀 你倒是打呀 我就只好打了 不过我没有认真打 要不然他的脑袋就碎了 表哥这才有些将信将疑 又打量了一番魏无羡 见这个小孩从头到脚裹着泥浆 嘴巴肿得像蜡肠 怎么看怎么不像个修士 就试着问道 你是修士 哪家的 魏无羡道 是啊 我是高阶小修士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是哪家的 因为我家好多大人都说过 出门在外 不能轻易暴露身份 表哥道 高阶 你有多高阶 魏无羡道 我也不知道我有多高阶 反正你们所有的人加起来都打不过我 表哥一正 随即哈哈抱笑起来 跟着他一同来的五六个修士 也跟着一阵狂笑 狂吧 这个小叫花子狂吧 阿震盲趁机煽风点火 叫道 表哥 快打他 表哥抹了抹笑出来的眼泪 接着伸手掐了一下魏无羡的脸蛋 说道 你还真可爱 魏无羡的脸起是旁人能随便触碰的 于是他顿时怒了 他的一下抬手打掉了表哥的手 叫道 你做什么 表哥愣了愣 笑道 哎呦 脾气还挺大嘛 怎么 不能掐吗 说话伸出手又要掐上去 魏无羡眼一瞪 抬手对着表哥的脸就是一拳 表哥哼都来不及哼 仰面就往后飞去 连带着跟在他身后五六个修士 稀里哗啦倒了一大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